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用乡亲们最真实的镜头记录发生在农村身边的事 拍个卢小开是黑龙江省双崖山市一个90后的小伙 大小就生活在邻区 就乐意让大伙开开眼看看邻区里的西方物 那今天小开要带咱们看一看邻子里的一个宝贝 叫什么呢 画树汁 天然的美味 还能当美容品呢 今天我带大家上沙里边找纯天然的护肤品 你看像现在的这个季节呢 这不是那个春季了吗 春季的时候画树枝大家都不陌生吧 就是这个东西 画树里边流出来这个枝 也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这个东西 它现在被广泛运用在画树枝饮料 画树枝保健品 画树枝化妆品 就是这个东西了 它没有颜色 就跟清水是一样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个小口给你们看看 首先呢 我得说一下的 给这个小树开个口是对这个树造成不了任何伤害的 这个画树枝不是啥时候都有 它就是到了这个春季的时候 采集它的话也就是10天到15天左右 然后一天能接一斤多的这个画树枝 就这么粗的一个树 1到1.5斤 能采十几天的情况下的话 也就是能一棵树的话能采二三十斤吧 产量还挺高的 像在山上的随处的都可以找到这种小吸管 就是一种草 然后往它这地方一敞 就OK的 看到吗 它已经开始往下滴了 因为我不怎么整这个东西 所以对它也没有经验 刚才又换了一个柜 它这么喝起来 带一些微微的甜味 很淡的那种甜味 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味 但是你要是把它拿回去进行一浓缩 那个味道就可难喝了 公司拿它去做这个美容 做护肤品 这脸平时都有点干 咱也用点这个天然的化妆品 开这么一点小口 到时候我给它一摁上 它就躺一会儿 它就不躺了 所以说对它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 所以我就是给大家看看 然后你们都不说我这个人长得糙吗 我也补一补 但是倒真的是 要是说在山上迷路了或者走湿了 找不到水源的情况下 不光是化数有这个化数值 你像这样的一个小水溜的话 接一个小时差不多 能接这么高 因为咱们开的口开的小 它们都是什么呢 在这打个叉 打了叉 有的特别特别的快 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 这也是一种天然的能量饮料 因为它含多种的维生素 而且不是啥时候都有 你等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就喝不着它这个汁的 你给它擀开 你也喝不着 你就给它擀断 你也喝不着了 像你们平时买化妆品买的营养液 一瓶都好几百 都不如抹点这碗 补碎 太甜 然后我来之前 我还特意上网上去搜了一下 这个化数值是无毒的 清凉可口 刚才我尝了 确实是很清凉可口 营养价值极高 含有17种氨基酸 维生素B1B2 维生素谁 多糖 给我的感觉 这个化数值就是女人的福音 真的是能在化妆品上 给你们省下不少东西 以后上山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带你了解大森林里边的 这些动植物 拜拜 蜂蜜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 一种宝贝 现在蜂蜜不多见了 更多是人工的养风 花开时间 追着蜜园采集蜂蜜 这是一项甜蜜的事业 但也是一项极其辛苦的工作 今天就带大伙到铁岭 看一看养风人的日常生活 伴随着蜜蜂忙碌的声音 我们来到了铁岭市清河区 杨木林子镇北大沟村 今天对于赶风人 胡国士与胡亮这对父子俩来说 是很关键的一天 把今年第一茶喝完蜜 不知道效果咋样 就看这第一茶这蜜 搅多少吧 我瞅着香里满满的 取蜜之前先放烟 可以让蜜蜂情绪稳定下来 这样就不容易被遮了 而养风养了30年的胡国士 在这个准备工作中 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小技巧 最关键的一步到了 炒皮放入瑶蜜香 随着胡国士转动把手 我们终于能见到 头肠淮花蜜的品质 到底如何了 我看这个挺浓稠 我半天都不下去了 是不是 质量好不好 主要就是浓度 看来这淮花蜜的品质不错 那么产量又如何呢 这也是父子俩最关心的一点 因为这是月冬后的蜜蜂们 第一次大规模采蜜 如果产量不错 就意味着 今年会是一个丰收年 结果让父子俩很满意 然而高兴之余也不能大意 日常的维护工作 丝毫不能马虎 每年的这个时候 也是胡链最忙的时候 要想保证月冬后的蜜蜂 顺利采蜜 需要来个三步走 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检查蜂王的状态 这只肚子明显 比其他蜜蜂要大的呀 就是蜂王了 如果蜂王状态良好 那颈根的第二步 就是考验眼力的活 检查王牌 就是昧出来的蜂王 就属于王牌 它比这眼大 而且它高 它真正成熟的这么高 它生出来就是蜂王 如果有王牌 你要是不整掉的话 它除了一王 就把里边这箱 那蜂王掐死 俗话说 一山不容二虎 蜂箱里也是一样的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掉王台 新生的蜂王 就会杀死老蜂王 也会让一部分 跟随老蜂王的蜜蜂们 逃离蜂箱 蜜蜂常年出差彩蜜 一路上风尘仆仆 也顾不上洗个澡 所以健康问题 也需要去日常检查 还需要检查蜂马 就是蜂这身上 有一种寄生虫 它会伤害蜜蜂翅膀 它会钉在蜜蜂身上 然后把蜜蜂翅膀咬断 咬断之后 它飞不了 它就死了 这个东西繁殖老快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定期打药 做好防护工作 敢蜂人的生活是啥样的 大山脚下的一座小木屋 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全在这里面 咬点什么菜放点 咱们这没有冰箱什么的 没有冰箱 你认为电力不够吗 不够 就是靠太阳能 两个灯能充个电就可以 别的都购不了 我和你后边这个房子 都透过网 虽然敢蜂人的生活很艰苦 可母亲说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再苦的日子也有甜 养蜂虽然辛苦 但村里养蜂的人有很多 好山好水 让当地的蜂蜜远近闻名 它地处杨木林的镇 东部山区 林野资源特别丰富 断树 槐树 遍布山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河道里的水 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 清洁 干净 适合咱们养蜂 也能产生的蜂蜜 生产的蜂蜜 也是能够达到绿色的蜂蜗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甜蜜的事业背后 是赶封人的坚持与勤劳 接下来一家人马上就要前往下一站 吉林长白山的彩蜜点了 希望他们也能收获满满的甜蜜 桑树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小坚果 不熟悉的人以为桑树是南方的水果 其实桑树原产我国的中部和北部 现在品种改良以后 人工种植桑树的范围就更广了 在葫芦岛市南漂区一个小乡村里 乡亲们就种植了大片的桑树树 咱们看一看这个效益如何 但是它能撤起来 一个一个栽是栽不过来的 摇下来的这个果是成熟了 以后才能咬下来 但是它没成熟的吧 还得在树上长着接着 就是说每天都会有成熟的一部分 会咬下来的 桑树原产于我国的中部和北部 生长年线长 种植当年即可见果 十多年前 湖南村的乡亲们正是看准了 它的经济价值 开始尝试人工种植 五年以后能达到五十斤左右 然后年龄还长 就几百年它还能长股 而且长得很茂盛 像这棵树 咱们已经经过灵人部门验定 去进入五百年的历史了 然后它一年能打一千斤果左右 成熟的桑树果实 颜色为紫色和深紫色 颗粒饱满 由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也使得这里长出的桑树品质格外的好 首先说咱们独特的土壤 整个这条沟 南沟 整个底下就是这种 四氧化山铁土纸 然后通过这些年 我们就对它们对这个土壤的分析啥呢 它含铁非常高 然后有很多微量元素在里边 然后咱们有个南沟南沟 这是一个沟 非常有一个小气候 适合让这个桑树生长 所以说我们这块是比较有优势的 果质也非常好 桑栗也非常甜 跟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口感 咱们的果糖也非常高 它这个芯多少还有一点点红 像这种摇下来的 它就已经里边已经黑了 都熟透了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甜 这个还能带一点点酸酸的口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加上桑树的高效益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进来 但是随着桑树越来越多 难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保鲜期应该在36小时 时间非常短 桑树成熟期为每年的6月份前后 成熟的桑树从离开果树开始 只有36小时左右的保鲜期 怎么能把大量的桑树 及时地销售出去呢 2016年乡亲们决定转变思路 然后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历史 就是人文那种文化吧 到端午节的时候 吃完午饭 整个这个周边的乡镇 说春砖 走到我们这个前面的山 叫知库山 我们叫踏青 吃完午饭以后上饭人 所以说当时我们结合了 这志气这身的这个 这些优势 然后给自己把脉说 只有乡村旅游 是我农南村 应该找到这条唯一的一条路 找准了定位 乡亲们一边管理桑树 一边建起了农家院 发展乡村旅游 把游客吸引到村里来 不仅游客能吃到新鲜的桑树 乡亲们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之前市场上买的可能也没得长熟吧 发酸发色 反正这其实吃挺好吃的 没事就来 这不是这个桑栗好吃吗 多多少年了 就来了 晚点玩呗 大伙在一起 到这个季节下桑栗 等没活的时候 桑栗下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出去打工 能挣个 也可以挣个三十万 十五万 现在每年的游客 应该达到能十五万银左右吧 参与程度非常 机器性非常高啊 因为咱们得有个效应 效应 做相产旅游支出 再找 他们卖不出去 只能在家 就是夸着小宽人来出去去卖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在家等着游客来 然后把东西带走 而且价钱也高了 与此同时 湖南村还同步发展了桑栗深加工的产业 既解决了桑栗先果储存难的问题 也让游客们可以品尝到更多风味的桑栗产品 咱们现在深加工里有果干 然后还有这个桑栗茶 然后还有桑栗酒 然后还有这个 咱们卖那个名为的中药菜 咱那个桑黄 四千瓦 四千瓦的这红干鸡 得二十四小时才能出来 得需要八九斤才能红一斤 隔冰箱隔冰柜里 都放一年二年的豆腐变味 现在的湖南村及周边已经有超过两百户的家庭种起了桑树 种植面积超过了三千亩 桑树超过了五万棵 目前已经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桑树果园 正常年份吧 咱们是一百万斤到一百二十分斤的鲜果 应该就是鲜果 这一项能达到五百万元左右吧 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 结合自身情况 因地质疑地发展三圣产业 湖南村的乡亲们不仅种出了甜蜜的果实 也收获了幸福的生活 圆艺5604是辽宁省农科院蔬菜所培育出来的口感型的柿子品种 能抗八种常见的病毒 家住海城的老两口 今年种了一棚的圆艺5604 说成怎么样呢 来一起看一看 柳中乡老两口种了七年西红柿了 别看老两口岁数大了 但是观念却很新 最终选择了圆艺5604这个品种 来到他家大棚的时候 刘大姨正忙着卖柿子呢 这是早上刚来的 这样是他好 你口不看 我一就正吃当水果 就当水果吃了 说起今年市种的新品种 它是有惊喜有遗憾 惊喜就是同一个大棚里的两个品种 一样的管理 不一样的抗性 种这个品种啊 羊没够 买山大根没够 完事呢 就是随便买一些品种种上 你看它还是 这个是其他的品种 不是咱们5604 对对对 它出现什么 是整个羊 我看这下边的这个羊子都死了 就是枯萎病 烂根病 就是这行的 你看这不都是吧 那完事这整个羊子就都不行了 整个羊子都不行了 完产量就不行了 这个紧挨着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5604的羊子 这个就是 你看它就不死 这个一个人都没有死 遗憾的就是 由于今年倒春寒的影响 导致果形没有刘大姨预期的好 为此我们现场跟专家取得连线 及时找问题 为下一茬做好准备 今年这茶西红柿吧 我们这就是果形吧 不太那什么 不太理想 就是有大有小 不均 你有大有小 就是你出花这个过程 你没掌握好 那花芽分化 就是在这个缓苗 定制以后缓苗大概 就是春天一个是低温低 气温低 那个时候本身 它那个花芽分化就不是很好 这个时候 你可能这个就是 呃 秋花 饱果 这个过程 你没有 或者没太掌握好 是啊 有 有 这是什么关系 是吧 刘大姨平时用的 都是普通的老年机 技术问诊不方便 为此我们的记者 特意留下了联系方式 方便他以后 随时跟咱们黑土地的 专家技术团队 咨询技术问题 我明天还想做 这个五六六 为啥呢 老百姓的运筒 总算我这来买的 它吃好了 才告诉咱说 过年买这品种 贵点卖的 我说它要是贵点卖 它们不买 怎么办呢 它说它喜欢吃 也不差这个圆麦角 完它还得买 然后我就有信心 过年我还要种这个品种 刘大姨说了 本来种植的面积就不大 挣的就是辛苦钱 它更希望种出好吃的柿子 给大家伙吃 虽然自己没去大市场看 但是它信个老理儿 那就是只要好吃 就一定不愁买 好了 接下来咱们关注天气 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 沈农大L570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四 中福的第七天了 今天部分地区的风力 可以达到四到五级 由于前期持续大量降水 使树木周围的土壤水分过于饱和 湿软松动 要防范大风天气 可能会造成的树木倒幅 那车辆尽量不要停在树下 以免被砸伤 有位观众想了解一下 抗病效果好 产量也不错的玉米品种 二压就带着咱们观众的问题 去找技术员了 咱们去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你看我们那地区 它湿度比较大 耗伤病 你说它抗病吗 沈东大L570是非常适合咱们辽南地区种植品种 特别是像咱们大连地区 它属于一个高温高湿一个地区 这样地区有什么不好 它有于上病 像咱们常见的大斑病小斑病 像一般品种不抗病 在咱们大连地区是种不了了 但是咱们沈东大L570 它高抗大斑病小斑病夜斑病 对于咱们高温高湿常见的这些病害 它都对我很好的一个抗性 所以说它是非常适合咱们沿海地区 辽南地区种植的一个品种 你像我们那地区 往年都种细致大半的 那我改种它 我合适不 产量能好不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正常它的单数种在6两左右 一亩地的母宝苗在3500株 你自己算一下 它的产量多高 哎呀那真不错 还有一位观众想种年玉米 不知道该怎么选品种 咱们去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选择这个年玉米的品种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现在对于我们 对于年玉米的要求非常高 首先一点是口感非常好 还得是属于这种甜糯类型的 今天咱们来看到 就是咱们最新选育出来的 锦糯6A 首先一点咱们这个锦糯6A 它的这个肉特别厚 脂粒特别大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 口感咬上去一口 就是特别甜特别糯 还有一个咱们这个锦糯6A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扒开以后 拿到我们的鼻子尖一闻 就有丝丝的这种甜味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 挫时播种 挫时可以挫开时间上市 我们自己吃的时候 咱自己家种的少 自己吃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是说 不是说吃着吃着就老了 这边这个刚吃完第二茶 挫时以后呢 它第二茶就下来了 当然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 没记住的 也可以拨打热信电话 024-8652-8168 400-6818-801来咨询 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 把我们的好技术 好农资送到您身边 有没有打算下茶 种点粘玉米的乡亲们 就生长周期短的 口感好的 最好甜糯粘都沾上的 这样的苞米在市场上 卖价它也高 下面咱们就给大家 推荐一个品种 一大清早 烫鸭就拖着两个大边之道 紧赶慢赶的 这是要去干啥呢 乡亲们呢 你们家的年猫米都熟没呀 我跟你们讲啊 大石桥市 我李大姐家年猫米可熟了 我得赶紧啊 上她家上货去了 李大姐 翻眼来了 今天你就白控制啊 你就挑你家 那个大堆的给我装 多了 今天市场加一块六七 我拿呢 你拿造你一块二的 大姐你这包米也太贵了 人都八九毛钱 你卖我一块二三 这不就在几天前 有收购商来收李春菱家包米 人家呀压根没卖 为啥呢 嫌便宜呗 去年卖 才卖多些一包 八九毛钱一块两钱 今年卖这一块二三桶钱 头五还要有来皮 我这村上拿我家型高 到头回他一半也好卖 口感好 包还行 俊 没有特大包 没有特小包 这个胖鸭嫌贵的包米 人家李大姐呀 是一点都不筹卖 原来呀 李春菱和李光宇两口子 就在去年 换了一个新的玉米品种 锦糯6A 我就刚刚那个黑毒地买这种 这个是近年 头一年 也是头一年 是种 肯定比那个鸭爆米好 糖度挺高 不比水果差多少 就是水果爆米差多少 锦糯6A 是黑毒地 那个 爆那个 我说那碗你们大碗来尝尝 头来一尝 就是好 今年卖一万多 还没卖完 就是猜猜猜猜猜猜 锦糯6A 光从它的名字上听 就知道是甜糯形薄米 那咱知道 一般的甜糯薄米 猪高和碎位 都得达到2米4 2米5 这大风一来啊 就容易倒幅 那锦糯6A 是不是也有这个痛病呢 首先一点呢 咱们说锦糯6A 它的猪高非常矮 正常就在2米到2米2 而且呢 它下部的颈杆呢 非常的一个粗壮 非常结实 所以说 它是一个非常炕道 的一个年玉米品种 李春菱 今年还特意观察了一下 和自己家DID的农户 自己种的比他家晚 成熟的比他家早 加起来生育期 一共才75天 年玉米品种呢 一般都在85天到95天 这样一个生育期 咱们可以提前上市 像咱们锦糯6A呢 在一层膜的情况下 咱们也可以做到 7月10号左右 咱们可以正常一个卖玉米了 而且它是一个 非常适合连做的一个品种 而且胖鸭还发现了 李大姐家这包米 不光看着齐刷刷的 无论是口感 还是棒的大小 都是上饭最喜欢的标准 它这烫的时候非常整齐 而且呢 全都是大粒 整体没有小粒的一个存在 上面没有画粒 通体的都是雪白色的 大概在21到22厘米 像咱们早熟的甜动玉米呢 一般像咱们收 收的话 正常的标准 16个以上 但是咱们呢 远远超过它 本身当地的一个收购标准 能达到20到22 所以说它还是非常大半的一个品种 辽中区肖寨门镇的 宋相大和妻子 种植黄瓜 有20多个年头了 由于管理技术到位 收益一直都不错 但老宋呢 并没有停下脚步 还是愿意不断尝试新的品种 这不吗 这两年 他又尝试了一个新品种 韩香666 效果怎么样呢 随着咱们记者一起来看一看 哎 胖哥 啊 这怎么挺帅啊 我这 这人不就是 文能提笔安定价 五 进棚 第一千坤 那你今天来干嘛啊 沿着棚也没病 他不会说话的 没病的 不欢迎啊 没病我就不会找病啊 我不会找病啊 我是干啥的 今天我就不信 我跟你叫这进 你看着啊 我这边找不着毛病 大鹏他没毛病 我就不信 我说大鹏 这叫大名吗 我啊 我就是 文能拿笔安定价 五能进棚定千坤 我 刚才说话这位 就是辽中区大兰驼村的 黄瓜种植户 老宋大哥 一直对种黄瓜情有独钟 为人勤劳朴实 又肯钻研 据说他今年种的一棚 韩香666 还没等结果呢 就被抢购一空了 得有一个多月两个月 啊就得小心 对对对 要不然就不好定 对要不定不着 因为这个黄瓜的质量 照别的黄瓜质量相当强了 它色彩好 瓜条好 咱这个黄瓜主要走的是咱周边城市 萨阳和安山还有辽阳 老百姓对这个瓜品质相当认可 韩香666这品种确实不错 照别的品种吧 这品种吧都是 瓜条好 然后喷烂少 产量产量还高 央日 这个红央日还几乎 不怎么犯命 像我先整的品种吧 一样都拔斑了 那双眉一上来糊了 现在这个呢 几乎也不算太打药 只要两个是打变药就行 没有病 抗病力相当强了 瓜症 调齿 颜色光亮 看来这韩香666的商品性和抗病性 那都是没得说 可是黄瓜产量高不高 能不能卖上个好价格 才是咱们农户最关心的问题 产量高 产量能高多少 在一般膨高20% 这么高啊 这个瓜价我看都特别值得 都特别匀吗 长得 特别匀 卖价呢 现在黄瓜价咋样 黄瓜价还行 现在 你现在这棚一斤能卖多少钱 一斤照普通的黄瓜能多高两三毛钱 两三毛一天摘一千斤 那一天都多卖二三毛钱 这棚产量多少 一茬 一茬呀 一茬 我这一茬三个半月呗 能长个六七万斤吧 你这早就发假了 用这个种植黄瓜老把式的话来说 自从种上了韩香666 产量虽高 但也不够卖 因为回头客实在是太多了 韩香666呢 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品种了 推广这个三年来 在辽宁啊 与其中国的北方 非常畅销 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一个是它多看广市 我们是从越东温室里边选出来的品种 但是它在秋燕温室 早春温室 甚至又在月下温室 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它是广式型的 它颜色刮条颜色深 亮 刮条直 就是脉相好 多看广市 脉相好 产量高 还一节双刮 但还不是强词的 如果掰开看的哈 这个刮的还好吃 水黄窟里边 它是最好吃的品种 看我们搞推广这么多年 这些品种 这个品种是最好吃的 老老 韩香666早这半天 没这没啥毛病 你看这个刮行政 刮条纸 背绿 是吧 你这样刮出名门 跟我是的 文能提拔的价 我能进棚 我定前坤 看成不都说饿了吗 说 我就不想太说了 别说了 我都饿了 饿了 饿了你去年没吃饭了 这还饿了 跟我拍片还饿了 饿了这么点 这大鹏里边韩香66我都是 摘二斤你就吃 我给你摘 我摘了 跟大哥结账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黑土地向所有军人朋友 退伍转业军人以及军人的家属 指定 没有他们的卓绝复出 就没有家园的安定复苏 今天呢 我们请一位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老兵 讲讲当年打仗的那些 争容岁月 除了夏娃儿和大伙儿来盖兵手坐一坐 坐下就叫我给蒋子 蒋纳兵 卡丘萨有九个桶的 有十二个的 打马两三一边一个蛋 打有一个多礼拜 1949年4月份 当地兵 辽北军区独立司法团 完了以后上边来令了 叫丹总待命 没过有一个礼拜吧 人家上边来传达了 进到朝鲜去 到朝鲜去干什么 俺们是为人家服务干啥呢 为他们服务这个后勤 吃喝邋遢 所以整财务 回到丹总司令部求他们的寄养 也归俺们 这玩意你别说打完历史气 那就完了 说话你这样就完 人家挺不准了 那我跟他们打一块堆 说个假长话的 人家有比我还痛的 人家都能自己说话了 就是你家鸡小鸢啊 这都能说 你们妈妈爸爸多大事 都能跟他们唠课啊 基本上都能说 说这玩意叫什么 打完历史嘎克 嘎克是什么 打完历史嘎克 就是这玩意叫什么名 他一发你一记 就平时家村 你有不知道的 还主动问人家 问啊 问他给反 你说这个怎么说啊 那个怎么问 他说完你再说 对不对 喝了哨 喝了哨 美军 美军以成盈的兵力 采取多路多波的方式 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冲击 对面积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两高地 发射炮弹30余万发 投掷炸弹500余枚 志愿军阵地平均每秒钟落弹5-6发 战斗异常激烈 中国吧打仗不像谈打仗 远高炮 高轻重激强打 咱不行 咱多到100来米的时候 开始 轻重激强 你把一个连队剩个三五个人警察 一个连队都是160起 140 一个连队 剩三五个人 对 这批倒了下边都上去 也就没有岁数大了 排连长走的是27、80 38警察没少讲 他说我们呢 小伙子 结个挺好 没个 这玩意儿有没有不一定 在我们黑土地上 也有很多退伍老兵投身到农业 党和部队多年的培养 对一个当兵的人来说 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同样 从事农业 他们一样是雷厉风行 披荆斩棘 下面呢 我们就到铁岭去看一看 一位退伍老兵 是怎么种水稻的 眼下这个季节 对于种水稻的老百姓来说 应该是没啥活 在家坐等收获 就可以了 可家住铁岭市清河区的刘玉辉 可是一点也停不下来 每天穿梭在水稻田里 除草的同时 还负责指挥工作 听我指挥 往这边来 这边 往这边赶 他也不听话 有的时候 这一片吧 本来他就干啥 他不爱远种 所以说你哪块 感觉到没到呢 给他驱赶到那块去 主要他好做虫啊 刘玉辉过去是一位军人 退伍已经二十多年了 不过曾经部队里的历练 已经融在了他的血液里 这不退伍之后也没闲着 回到老家 种起了水稻 可人家依然按照军队标准 要求自己 这是咱得保持均匀的作风啊 这个五点多钟就起来了 起来你洗漱 洗漱以后呢 吃饭 吃完饭呢 就工作干活 在刚当兵的时候 是我的 这是第二年 这是我们战友 这是我 没事我就看 老回想当兵的死儿 说这一辈子 最不后悔的 就是当务兵 刘玉辉的老家 原本种水稻的乡亲们呀 有很多 可他退伍回来后发现 大家伙都不种了 这究竟是啥原因呢 完了种水稻不如种苞米了 老百姓都 把这个事儿的 没印上去之后 就把这个汉田全毁了 那几年 水稻价格一直不高 所以乡亲们纷纷转行了 这让刘玉辉觉得 实在是太可惜了 咱那个清河水啊 是有名的 咱清河水库啊 现在是咱们铁领 这一个地区的水源地儿 为啥叫清河呢 水特别清清澈 所以说咱感觉到呢 咱那块儿要不利用啊 被瞎了支援了 然而即便是种上水稻了 也不挣钱呀 为此 刘玉辉想通过种优质水稻 产出好大米 来扭转眼前的局势 通过试吃不同的大米品种 稻花香这个名字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一饭一上桌就闻到 特别浓厚的这个香味出来了 要么就是这个米 叫稻花香的 哦 这个稻花香嘛 你要做饭 不用都割它 你割一部分 那就香了不得了 哦 那我尝一尝呗 你尝尝尝尝 说是我尝尝啊 它这个米儿皮 自带香气的稻花香 在价格上比普通大米要高 很受市场欢迎 看来就是它没错了 当过兵的性格 让刘玉辉说干就干 可是等到珍重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稻花香产量偏低的现实 摆在了面前 如何增加效益 可是仇坏了刘玉辉 这时候有人劝他放弃 但刘玉辉却丝毫没有动摇 因为他在部队里学会的就是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他开始琢磨 没事就在田里溜达 终于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增加效益 刘玉辉的水稻铁里 开始慢慢出现了鸭叫声 而刘玉辉如同在军队一样 每天指挥大家 让这群鸭子大军到处巡视 特点就是体型小 适应在道地里来回穿梭 主要是用它防止病虫害 要不就打药嘛 养它就不用打药了 养它特点害啥呢 它是食肥 因为它排泄 它是食肥 它食肥肥还好 金钉麻鸭在水稻刚插秧后 十天左右放进去 等到水稻成熟前半个月 再收上来 这个时候鸭子就已经长成了 可以卖钱了 它已经能卖八九块钱吧 整个一个鸭能卖三十多块钱 思路挺美好 可是操作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稻田养鸭的头几年 因为经验不足 也是急于求成 刘宇辉养的鸭子 差点把水稻都给祸害了 原来在鸭子的投放数量上 也有着严格的讲究 经过刘宇辉的不断探索 如今 他种的水稻规模 已经达到了三百亩 周围乡亲们看到了他的教义 也开始跟着他一起种水稻 指挥着自己的鸭子大军 看着成片的水稻田 刘宇辉感觉心里很踏实 他琢磨着将来还要扩大规模 乡亲们想要跟他种水稻 他免费提供技术 真可谓是老兵回乡种水稻 鸭子开始呱呱叫 不断尝试去摸索 定能收获好结果 开土地敞开大门 成腰全省加盟商朋友加盟 加盟热线是4006118801 咱们为乡亲们推荐 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技术 再过两个月 玉米就快到成熟期了 咱们说一说这个玉米鸭子的事 一株玉米多结几个棒子 应不应该掰呢 这答案是不应该的 不要掰啊 为什么呢 这些小玉米的鸭子啊 存在的力大于弊 能增加根基数 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能让这个包米蜘蛛长得矮 胖粗